如果她女裝打扮時 我會覺得她比我老公似的姊妹 那你是喜歡女生還是男生呢? 梅子是透過藝娘群組認識丈夫 他們兩個平時會交流化妝和扮美的心得 甚至啟發她把心一橫成為藝娘化妝師 先幫我們穿頭髮 監責不記止 我們從梅子的角度走入藝娘圈子 了解她們在追尋性別認同的過程中 遇到的困難和矛盾 最初是有個男生朋友 他上網看到男生扮女生的圖片 跟我覺得很棒,就會發給我看 我覺得這件事挺特別 為何那些男生可以化妝或打扮 可以這麼像女生 之後在香港真的認識了一個藝娘的朋友 我跟她談不如一起開谷 再認識不同新的朋友一起玩 第一次谷聚已經有12個人左右 那時候就預約了派對房 在裡面拍照,然後玩 太大手,所以拍照 你是不是全場唯一真女生 是 疫情事,我就濕了腰 她們提議我 不如嘗試做藝娘化妝吧 她覺得我平時都會這樣幫她們 可以再幫其他人 也沒問題 我覺得既然我要做這件事 我就要認真做 我就去報化妝師證書去考 就專門化妝,你不化女生 對 因為開完IG帳戶 原來這件事都挺學求 都挺多人找我 而且多得我吃不完 要甚麼 水粉 未用過 蛤 通常眉骨比較疼 還有拳骨也有少許疼 鬚筋位 就算剃完鬚之後 這裏上面有些青色的位置 怎樣遮蓋它 對,它等到眉毛黏起來 你男生的眉毛很多都是粗 他不會剃自己的眉毛 再滑上去 那我就要遮蓋了眉毛 但又可以被她保留 下妝之後都會這樣 梅子 我是一次在一個藝良的聚會裏面認識的 在群組裏面 梅子算是我們唯一唯二的女生 她都教我們不少這方面的知識 因為我認識她之前 可能說我以前化妝、衣著 很多事情都我覺得自己還沒代表 她很多都是很害怕地找我 很害怕會被歧視 不知道會怎樣想 向我求助 她連粉底、遮瑕膏都不懂得分 大格化的她又不知道怎樣買 然後穿女生衣 她又不知道應該要買什麼尺寸的 才適合自己穿 始終她們不可以公開自己的身份 不想讓其他人認出她是男裝的自己 因為她本身原生的眉毛是這樣 有點刺激的 然後現在就幫她畫平 看起來更善良一點 溫柔一點 男性妝人來說 哪一個部分要多下膏膏? 眼睛 她通常貼完這個假眼睫毛 馬上眼睛大了很多 眼睛溫柔了 男性的嘴位要很大 唇膏呢 現在就可以畫細一點 不用畫到真正的嘴邊 其實我覺得髮型是最重要的 最好是有潛音 它可以遮到她的眉骨頭的位置 你們是很貪美的 明顯了 這樣 最好就是扮得漂亮 當然是不想別人覺得英俊 儘量移用上或者行為 都要女性化一點 我現在這個裝扮 是日本地雷系的裝扮 性格可能好像地雷 你看上去的外表很可愛 很正常 但實際上認識到她之後 就發覺好像踩地雷一樣 你們覺得自己漂亮不漂亮? 不漂亮 穿得起衣服有打扮 狠花心思去做這件事 而不是一些好像其他的意圖 其實我覺得 都是對得起自己 如果真的經常去女裝出街 他們都很明白外人怎麼看自己 即她都知道自己 可能有時是身高的限制 譬如可能她一百零那麼高 但是還穿高 其實就很容易會認到她是男生 或者她一開聲說話 那你是男生很容易就會知道 雖然有限制 但她們都會很盡力去改善這件事 譬如有幾個朋友 她會去上一個叫學女聲的班 希望可以改善聲 這樣這件事不會那麼奇怪 其實綠茶梅子和波波 都是今年才吃的 我想跟她們的差別是 她們可以說是很經典的偽量 就是她們會放下這個身份 然後做回她男生的生活 化妝、美容、收膠 這樣全部都讀好了 那就摸索妝 這段很長的時間 就算我上班每天五點起床 我都要化妝 希望自己維持得到 形象是乾淨的 即使她最後知道你是男生也好 但世界會對你好一點 我會這樣認為 每次化完妝都看到她們 立即很開心 我覺得她們比女生更加貪美 而且會很珍惜她女裝的機會 做了這麼多打扮 又化妝 就會很想拍照 那我臉 在背後默默鼓勵梅子的 就是她的丈夫 他們現在已經結婚四年 除了藝良圈子的朋友 梅子就說連家人都不知道 丈夫有女裝打扮的習慣 老公是否支持你 她也很支持 我想她也有遇過這個新手的時候 她是女裝的時候 你還愛愛她嗎 我想她經常都可以穿骨 到我外出 她的外表行為會立即很女性化 即是說話都不會很大聲地說 也會很細聲地說 我有想過我自己是否喜歡女生 都想了很多次覺得不是這件事 自己本身不是喜歡那些很男性的男生 但她也是同一個人 當時男朋友扮起上來 是否很漂亮 當然我一定會說很漂亮 她也很隨意地變換 可能突然間深夜兩三點 就會突然想像那個人 她會訊息我 突然間很想女裝 她說OK 會不會特別去看一看 她會不會穿你的衣服 我也會借給她穿 她還覺得自己不用錢賣衣服 兩個女生出街很開心 你怎樣分為她的愛情還是友情 是一共同發生的事 因為自己已經融入了這件事 又不覺得有甚麼奇怪 好像無法接受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想 但我覺得這件事都不錯 在香港這個地方 都是覺得男生應該比較乾爭 又可能會覺得男生穿裙 是易服癖不好 我比較覺得其他男生接受這件事 我是很接受這件事 如果再另一個我們認識的人 去知道這件事 他會怎樣看這件事 就是比較擔心 家人就不知道 因為真的很擔心 上一輩會怎樣看這件事 很擔心他們覺得 是一些變態的行為 可能因為新聞上 很多這些東西 會令他們感覺不好 又擔心他們一知道 就會很大反應 但相反可能很熟悉的朋友 可能會知道 可能我們年輕人 比較容易接受這件事 有時做訪問很矛盾 會否令人很奇怪地看自己 如果真的有人知道這件事 那為甚麼還不肯做呢 想嘗試一下 也很想社會接受這件事 是否可以有一個空間 去提出這件事 但是自己開心算 不要讓這麼多人知道 可能我們比較留意 偽娘這件事 其實我跟她去日本旅行 都真的在街上見到有偽娘 但是別人偽娘這樣走出街 不會有人突然過來罵你 但其實在香港會 通常都是上一代的人 可能是阿伯會 男人你這麼噁心 就會罵 如果上一代知道了會否 會否都是這樣看法 但他們可能沒有理解過 可能他們天生是想做這件事 因為我跟他們出去 有時我都會像現在這樣 帶假髮那些東西 我會被人當我是男人 我自己反而不是很害怕 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這件事 但是可能他們被罵會很傷心 對於她來說她已經很努力去做這件事 希望可以正常地出街走 但是還是會被人認到 她就會不開心 我覺得好像幫她守了一些秘密 她不是所有朋友都會知道她這件事 她也很想被人知道 但是可以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 你不會預計到別人對這件事的反應是怎樣 有些人一聽到就覺得 嘩這件事很變態 就算你怎樣禁止自己 覺得這件事可能是不對或錯 但是這件事是你自己天生會這樣 不是因為這個社會說你不對 就不對 我想說是她很想她父母了解她 很想他們知道她收買了很多很久的東西 不是他們想到那麼奇怪 她兒子也是一個正常的人 只是她天生有這個喜好 如果她父母會知道這件事 我想她會很開心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留言、分享和讚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